这两道瞳孔便代表着黑暗法则的专属意志 正在和徐扬展开对话 不要再挣扎了 放弃抵抗吧 人族的天之骄子 你所带领的这一支妖兽异族军团 将会在我的专属黑暗空间当中彻底走向陨落 要不了多长时间 你们便会被黑暗属性的力量吞噬成虚无 然而徐扬仅仅只是对着两道星红色目光 露出了冷笑 你应该不清楚 几十万年前的主大陆 甚至连当空昊月都不曾出现 那个时代终究是出现了一个人 为这个世界找回了月亮 燃起了月光 几十万年前 我便做到了这样的神迹 你觉得如今的我 还会可能惧怕你这方寸之间的黑暗吗 徐扬彻底底震撼了眼前这个家伙 原本他还在觉得徐扬是在和自己吹牛皮 可是下一刻 徐扬背后那璀璨的月之女神幻象凝聚而出 强大的月光图腾缓缓升起 因为这片专属空间是由无穷无尽的黑暗元素凝聚而成 因此对应这个法则打造而成的专属空间 也变得岌岌可危 几十万妖兽众生同时喊出了徐扬的名字 如此圣洁的月光也让徐扬被衬托得如同神一般伟岸 徐扬没有荒废这难得的机会 而是屏息宁神 让自己凝食着精神力 疯狂随着月光 释放 涂抹 整个并不是十分开阔的专属空间 没过多久 徐扬便将黑暗法则形成的专属意志 牢牢禁锢在了自己的灵魂世界内 成为了自己的灵魂囚徒 黑暗的法则彻底被征服了 他真没想到 人族肉体凡胎竟然能够和浩月的力量完美契合 这是他作为天道法则从来都不敢想象的事实 却被眼前的徐扬变成了事实 颠覆这家伙的认知 我必须要承认 的确是我失算了 人族的潜能登真是难以想象的 至高神的意志在面对你的力量时 恐怕也要生抽变手了 原本我也觉得整个昆仑神道 都将要以至高神的意志 无穷无尽地运行下去 现在看来 这样的念头 恐怕难以为遗迟到永恒了 徐扬冷笑一声 永恒不过就是一场梦罢了 你是否愿意臣服于我 成为我力量的一部分 徐扬不废话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展示了一下灵虚和秋伤 两道神奇气魂的形态 黑暗法则立刻明白了 徐扬要对自己做什么 你难道是想将我也变成像他们两个这样的形态吗 徐扬微笑轻轻点头 如果你不反抗 我会尝试在你本体上增加一些新的元素 说完掌心之中一轮冉冉升起的浩月图腾 只是这一次凝聚在他掌心内的 是最为纯粹的浩月精华 黑暗法则的专属意识彻底被惊呆 你难不成要将我的法则力量本源 和这浩月之力的图腾融合到一起 打造出一块新的神奇气魂 你很聪明 一下子就识破了 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墨月吧 黑暗法则终于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果然 黑暗法则的意识很快便放弃了抵抗 很快便在徐扬的精神力引导之下 在徐扬的掌心之中 与那璀璨的浩月图腾 完美融合 而后释放地皇顶内一道暗金色的神奇精华 便形成了一把全新的剑制气魂的形态 通体如墨一般的黑色 唯独中心已到浩月轮廓 常见的剑身和雨白的完美交融 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剑气 从徐扬本体释放向周围 属于黑暗法则 带给妖兽军团的压力已经完全消失 与此同时 徐扬气魂地皇顶当中的第三道专属气魂 终于完美成型 三把释放着截然不同气息的神剑与轮廓 就这样在帝皇顶中间接受着乌与伦比的 暗黑色神奇精华的一次又一次的锤炼 感谢观看